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攻破 机密信息被读取 系统架构被逆向构造 加密晶圆被破解 保护电路失效 汽车能够完全自主驾驶 车主不需要像现在那样手扶方向盘 请大家收看 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被德国专家攻破 博利理工大学的资讯安全学者宣布 成功用骇客手段攻破了特斯拉汽车的加密晶圆 读取了其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密资讯 并逆向构造出了系统的架构 不过 普通车主不必担心 专家所用的骇客手段只在实验室环境下有效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三名来自博利理工大学的学者 在12月27日宣布了这一消息 威尔林 Christian Walling对《明镜周刊》说 如此简单的就读取到了特斯拉的企业机密 我们自己也很吃惊 他和同伴区纳普福尔 Niklas Kunapfo 雅各布 Hans Niklas Jacob 一同在日前与汉堡召开的 第37届混沌通信年会37C3上 介绍了其研究成果 该年会由德国混沌计算机俱乐部 CCC举办 是资讯安全业界的重要交流会议 这三名上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透露 他们使用硬体手段攻破了美国厂商 特斯拉生产的电动汽车的加密晶圆 首先 他们用了一种常被称谓电压锚刺Voltage Glitch的攻击方法 即利用电压的突然跳变 导致晶圆出现异常 保护电路因此失效 随后 他们就获取了晶圆所搭载 RM64架构系统的Root许可权 由此 IT专家就能读取包括原始程式码 以及使用者资料在内的整个自动驾驶系统的全部数据 明镜周刊特别强调 电压锚刺攻击方法需要在实验室环境中用专业设备实施 道路上行驶的或者停靠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无法被骇客用这种方式攻破 三名青年学者也指出 他们用的硬体设备价格总共约600欧元 但是需要精确控制电压在2毫秒的瞬间突降0.56伏 在37C三年会上 这几名专家还现场演示如何用此方法恢复一个刚刚被特斯拉车主删除的视频档 他们估计几乎全部特斯拉车型都存在这一安全漏洞 因为迄今所有车型都使用了被他们攻破的电路板 维尔林说 哪怕车主购车时并未订购自动驾驶系统 也一样有这个漏洞 虽然普通消费者无需太担心 骇客操控自动驾驶系统 但是维尔林指出 竞争对手却能通过这种方法来窃取特斯拉的机密信息 从而部分运用到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上 比如 特斯拉汽车会不停地向公司总部发送一些资讯 用于训练AI 这个自主决定哪些资讯应该发送 哪些不需要发送的系统 对于竞争对手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就非常有价值 三名学者目前已经向特斯拉官方报告了这一安全漏洞 他们还披露了一条有趣的信息 他们破解了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后 发现其中还隐藏着一种埃隆 马斯克操作模式 这三位年轻人在启动了此秘密模式后发现 特斯拉汽车能够完全自主驾驶 此时车主根本不需要像现在那样手扶方向盘 明镜周刊 路透社等 哦 特斯拉 特斯拉 你又在新闻头条上露面了 这次却是因为你的自动驾驶系统 被德国的柏林理工大学的学者们攻破了 你的加密精元被他们破解 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密信息被他们读取 系统架构被他们逆向构造出来 这是你的荣誉还是你的耻辱 特斯拉 你的自动驾驶系统被誉为是你的王牌 你的骄傲 你的未来却被这些年轻的博士生们用硬件手段攻破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加密精元被他们用电压矛刺攻击方法攻破 你的保护电路失效 你的系统的root权限被他们获取 你的原始代码 你的用户数据 你的全部自动驾驶系统的全部数据 都被他们读取了 这是你的安全防护能力的水平吗 特斯拉 你可能会说 这种攻击方法只能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 需要专业设备 道路上行驶的 或者停靠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无法被黑客用这种方式攻破 那我告诉你 特斯拉 这并不能让你安心 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系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只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才能保持安全 这是你的安全性能吗 特斯拉 你可能还会说 这些学者用的硬件设备 总共只花了约600欧元 但是需要精确控制电压 在两毫秒的瞬间突降0.56V 这是非常专业的技术 普通的黑客无法做到 那我告诉你 特斯拉 这并不能让你安心 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系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只是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下 才能保持安全 这是你的安全性能吗 特斯拉 你的竞争对手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窃取你的机密信息 部分运用到他们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上 你的汽车会不停地向公司总部 发送一些信息 用于训练AI 这个自主决定 哪些信息应该发送 哪些不需要发送的系统 对于竞争对手 研发自动驾驶技术 就非常有价值 这是你的安全性能吗 特斯拉 你的埃隆 马斯克操作模式 被他们发现 被他们启动 你的汽车能够完全自主驾驶 车主不需要像现在那样 手扶方向盘 这是你的安全性能吗 特斯拉 特斯拉 你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攻破 你的机密信息被读取 你的系统架构被逆向构造 你的加密晶圆被破解 你的保护电路失效 你的系统的root权限被获取 你的原始代码 你的用户数据 你的全部自动驾驶系统的 全部数据都被读取 这是你的荣誉 还是你的耻辱 特斯拉 特斯拉 你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 受到了挑战 但是我们不必过分担心 这次攻破 是通过专业的设备 和实验室环境进行的 普通车主并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然而 这也提醒了我们 无论是特斯拉 还是其他汽车制造商 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安全性始终是一个 需要重视的问题 这次攻击 暴露了特斯拉的安全漏洞 使竞争对手 有机会窃取 特斯拉的机密信息 并将其部分 运用到他们自己的 自动驾驶系统上 这对特斯拉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因为特斯拉的数据 对于竞争对手来说 非常有价值 特斯拉需要加强安全措施 确保其自动驾驶系统的数据 和机密信息的安全性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攻破 这让我们思考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方向 虽然自动驾驶技术 带来了便利和安全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其带来的潜在风险 在追求自动驾驶技术的同时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 安全性的研究和开发 确保人们能够放心地 使用自动驾驶系统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攻破 这是一个警钟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 汽车安全性的问题 推动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确保汽车行业 能够朝着更加安全 可靠的方向发展 最后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被攻破 有什么看法 你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